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金龙 今天是礼拜五 节目一开始 来跟您诉说几则 台湾媒体比较忽略的 大陆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讯息 好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 大陆全国政协 在前两天有一场 宗教主题协商座谈会 座谈会谈到了重点 就是说要针对现有 在大陆的宗教经典译本 要进行全面的评估 那么针对不符合 时代进步的内容 该注释的要注释 该修正的要学生 该从业的要从业 好那么报道上提到说 这个掌握宗教经典的解释权 中共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展宗教的中国化 所以一般预期 这样的一个高层座谈会议之后 那么即将会出台相关的文件 指导未来一段时期的 教义教规阐释工作要求 刚讲到了一个名词 叫做宗教的中国化 宗教的中国化这个词 是在2015年 习近平他在中共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上 那么就曾经提出来的一个论述 他讲到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用中华文化 进入我国各种宗教 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 教规教育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 禅士 以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想影响 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来做一个延伸 那么对于现在在新疆出现的 这个所谓的再教育营的部分 似乎可以得到若干的一个连结 那现在等于是说 大陆已经正式的要针对 包括天主教基督教 其他的这一些 这个各种宗教当中的教规教义 要重新的用中国的角度 用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的一些标准来重新诠释 甚至我估计 连这个教会的一些礼仪方式 可能也都要改变 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但不知道梵蒂冈 现在碰到中国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最近教宗要到亚洲访问 那么也特别跟中国发出一个译 我们也知道中泛关系 最近是有一些进展的 不晓得他们怎么看到这样一件事情 好 另外一个事情 是大陆中共的中央全面生化改革委 简称叫生改委 第十一次会议 在这个礼拜一 那么礼拜二通过了一个叫做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特点 是要求把劳动教育 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所谓全过程 就是说要从娃娃抓起 从小学中学贯穿到大学 这有两个意义跟过去比起来 以前是只有中小学会注重劳动教育 现在要把大学也纳进去 而且呢 整个的位阶是提升到中央最高层级的一个政策 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提到说 这一次的生改委的会议是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 那么生改委的副主委李克强 王富宁 韩正 这三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 而会议中是强调说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 要以此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那么有关的文件将会在近日之内公布 预料的话将会具体的指示 校内校外劳教的方针政策 以后呢 大学生除了有这个校园清洁 这些常见的劳动体验之外呢 还要安排他们到乡村 到工厂 到这个基层的各种参与劳动服务 以及包括担任各种大型活动的义工 同时呢 大学生呢 他们必须要完成劳动学分 校方才准许他这个毕业 当然了 这个样的 如果你要把一个扩大联想说 这是不是新的一个上山下乡 文革时代 文革结束 文革后期的这些情况 可能不一样 因为当年的上山下乡 更多的是要解决失业的问题 现在这个劳动的 如果从好有的一面来讲 因为现在学生啊 尸体不勤啊 都被照顾的太好啊 让他们要做劳动体验 以其来尊重劳动神圣啊 这个本身是好的了 但是当然在大陆啊 有时候执行起来 这些事情也是过有不及啊 这也在所难免啊 会不会接下来真的出现了 更多学生要到乡村 到工厂啊 去解决啊 这个劳动力的另外一种问题啊 这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在大陆 因为听到劳改劳教 这种东西啊 都会跟政治联想的 所以这样的议题啊 难怪在大陆媒体啊 也有一些争论啊 我看到网上啊 对这个讨论也不少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邀请这个 张国成 老朋友张国成 教授到节目现场啊 因为 美国总统川普啊 已经在台北时间 昨天凌晨啊 正式签署了 香港人权里民族法案 这个法案的签署啊 是不是他有很多的考量 是什么样的内外情势 促使他签署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讲过说 他挺香港人民 他也挺 他也肯定 得站在习近平主席的立场啊 那么这些里里外外的事情啊 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观察啊 那么以及签署了之后啊 接下来的中美关系 又是什么发展啊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请张教授到节目现场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节目现场是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张国成教授 郭成兄早 各位听众朋友早 主持人早 是 这个刚讲到说 川普啊 在台北时间 昨天凌晨啊 已经正式签署了 香港人权里民族法案 这个在 这个法案在 十月份众议院通过 十一月份参议院通过的之后 大家焦点都放在川普啊 那么说他会不会签 会不会等到十天 有效期 这个时间过了 不签 让他自动生效 还是他根本就会vito 就是会跟国会啦 做对抗 结果他做出了选择式 他会签署啊 你怎么观察他 为什么会签署 这会不会对 到对北京来讲 是一个 又是一个平天 中美贸易谈判的波折 我认为他签署的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中美贸易谈判 发生了一些问题 判断有可能 没办法达到协议 或者没办法那么快 那既然没办法达到协议的话 那他就不必再帮北京留面子 因为这国会已经通过 放了好几天 他之所以没有立刻 在国会通过的时候就签署 显然是为了中美贸易谈判 那现在他突然又签了 常理判断 可能是中美贸易判断 谈判 这个 谈不下去了 或者是没有办法达成他所要的 那他当然就 这个 此处杀手剑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美国民意 这几天的民调是 这个支持香港的民主 特别是在这几天 香港举行了区议会选举 这个 美国是非常在意 其他国家选举的状况 一般来讲 在美国国内的新闻 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新闻 其实真的不多 对 那个选举或战乱 这个是最常出现 那这个美国民意 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香港 区议会选举的状况 这个表示对香港民意的支持度 在这时候上升 让川普意识到这是民意 这是第二个可能 第三个就是 最近的民调 这个赞成说弹劾或调查 川普的比例是在上升 对 我看稍稍超过反对的 对 的部分 我认为这一点 让川普意识到他 现在跟国会对抗 或者是 这个得罪国会的本钱不多 他需要国会的支持 因为弹劾案会送到国会 所以 这三个因素之下 我想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 中美贸易谈判 人和就是美国的民意 然后地利就是香港区议会选举 这三个因素作用之下 让川普还是做出了签署的决定 而且他这样做了一个决定 总比你不签 或者你以为否决 到时候到选举的时候 你会被人家拿来当做一个话题 这个你这个不支持 这个人家争取自由 民主 人权 等等这些话 好 可是现在就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当然从川普来讲 他的唐俄案 现在因为美国地方法院 已经做出裁决说 白宫不可以下令他的格言 不出席国会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可能现在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 可能就会邀请这个 包括Pampeo 包括这个Boughton 这些重要的 甚至保育工的幕僚长 这些通通都去 但是唐俄案应该也还是 迷你是一回事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 这个在参议院的 共和党的态势 这个目前看起来 没有什么崩解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当然目前看来 参议院过弹劾案的可能性是不大 是 这个美国历来老实讲 总统真的被国会弹劾 也是很少见 很少 对 你个生根本没有弹劾就直指了 但是如果这个弹劾案形成风潮的话 不用等到被弹劾 他会先被选民弹劾 选票 选民会不投他 恐怕民主党也是这个目的吧 是 因为现在是2019年的 马上就12月了 距离明年的大选 已经会说是胜不到 第一季第二季的primary 这个初选 就要进行 就要进行 胜不到一年了 所以这个如果弹劾案 如火如荼的话 直接会影响他的选情 是 而且很多选民会认为说 就用选票赶他下台 不必动用到宪政体制上的弹劾 但是这是弹劾案 只要闹起来 对他是选战是绝对绝对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不要让这个事情发展下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未来 国会如果还有什么新的法案 我看他的态度 大概也必须要比较配合国会 我想这一点是 目前必须要注意到的现实 形势比人强 好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说 他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最后 签署了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可能是因为中美谈判 现在看起来 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达成协议了 那就不需要再顾虑这个问题了 那这样来讲这个对中方 对习近平来讲是个坏消息 因为前两天大陆的官媒 因为当外电在报道说 又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大陆官媒还一片唱好 说没有太大问题 表达了一种希望早点完成协议的一种期望 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 这对来讲就跟华盛顿邮报 前两天的一个评论一样 他认为说习近平现在是坏消息不断 所以焦头烂额 您认同这样的观察吗 我认为这个因果方面可能要厘清一下 第一个就是 如果说现在谈不下去的话 问题恐怕出在中方这边 是比美方这边的可能还要多一点 也就是说 美方是经常在表达说希望达成协议 但是现在这个中方对这方面 反而是很少特别提这个 这个川普每天在推特 他不断的在讲说 我即将要达成协议 我们再完成一个伟大的协议 现在突然没有了 我觉得中方这边突然这个有所变化 像今年五月的时候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比较高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讲 两边的谈判代表谈到一个情况 可是回到他们那边 可能是政治局的一个什么会议 或是怎么样又把它不同意了 是那如果是习近平主动觉得说 现在这个谈下去对中国不利 不打算去谈下去的话 那他想必也必须会有一些准备了 也就是说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应该非常清楚 这个他如果有些条件 他不答应或者是不同意的话 那很明显这谈判就会没有办法进行 那他一定是衡量力 必须觉得说答应比不答应更不好 还不干脆就不答应算了 这也是有可能 不过这个我们还可以观察了 因为毕竟这个中国方面 其实也仔细的研究过这个 两个法案的问题 这个问状况 其实这两个法案 内容相对来讲 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 对中国这么的具有杀伤力 这个其实很多条款上 也还是做了一些妥协 可以说宣示的意义还是比较大 像比如说他中间有一个法案 是说禁止向香港出售 什么垂类蛋啊 橡胶纸蛋这种 这个根本是无关痛痒啊 无关痛痒 那就大陆从大陆进口就好了 中国对这个自己 对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 需要跟美国购买的问题 对啊 好那又譬如说像这个 美国国会授权说 你行政部门在之后呢 一段时间内就要对香港的人权状况 提出报告嘛 是 还要制裁这相关的人嘛 但是这些人如果被制裁的人 不想移民美国 或者是不前往美国 对啊就不跟不去美国就好了 对那这个 就没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说他真的被点名的那些高官 老实讲 我觉得风头这么大 当然他大概也不会去 只有一个啦 就金融体系啦 美国掌握全球的金融体系啊 是 他要打击你的方法很多啦 是 所以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 话说回来 平民老百姓没有这个压力啊 这些人的话 可能还真的有这个需求 是 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的地方啊 好讲到这一部分 我们讲到说 《华盛丁邮报》的这个 想到说 为什么习近平交头烂尔里头 举了几件事啊 这里头也包括到说 新疆啊 这个在 在交易营的问题啊 因为 纽约时报 去拿到 显然是 中共内部渗透出来的消息啊 那么对于说 整个在交易营 大陆 中方的很多的 对外的辩解 因为那个文件啊 现在看起来是不攻自破了 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 完全可以印证 这整个都是习近平的一个 主导下的一个 对大陆 对这个所谓的汉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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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少数民主的 那香港的选举 当然也是一个部分 对不对 香港选举 你觉得对北京来讲 算是打击吧 嗯 我认为 北京如果说 真的有去了解 香港的社会状况的话 对这个选举的结果 应该也不会太意外 嗯 好 那 这个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可以说投票率大为增加了 是 然后 单一选 就是这个 赢者全拿 就是这个 同俄选举的选区 可以说是消失了 是 然后这个 半民的习治大政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过 第一个区议会 本来职权有限 是 它是一个大型的民调 对 那从投票率看起来的话 其实跟每次上街 抗议的人数最高 也大概差不多 嗯 好 所以中共判断说 这还是在可控的状态 嗯 另外一方面 这是可控的状态吗 我认为 嗯 因为很多 你知道因为大陆的媒体 连这个结果都不敢报道 我认为这个不敢报道 归不敢报道 这个一定还是会传进去的 中港之间 每天还是 来往非常频繁 这个不可能说 如果他不敢报道 为什么可以判断说 他是可接受 或者说他是有预期的 应该是非常surprise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第一个就是 如果他真的有在做民意调查 或者是观察这个 各个这个候选人 在选战中相对支持程度的话 他应该可以了解说 这次建制派是不利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从这次的选举过后几天 现在 比如说这个主要战场之一的香港理工大学 现在这个 昨天的新闻是校长 副校长已经带一个团队已经进去了 对 然后逐渐这个抗争已经比较平息了 也就代表说 他也了解选举 虽然说看起来结果对中国不太有利 但是也对这个抗议者也有一种减压的作用 一种 对了 有一个 也有人说下台阶了 对 也有人说这个是一个下台阶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而后 如果说呢 把这个抗争的力量 从街头转到议会 那这一点对台是能够充分掌握 总共香港特区政治的中共来讲 可能还比较好 就是你这个斗争的 这个从街头转到议会 第一个你回避掉这个美国可能的日财 第二个就是在议会里面 其实他还有各式各样的政策工具 我这些这些善良的期望都有个前提 就是说你答不答应给他双普选 这个还是个重点 对不对 不然这抗争不会结束 我认为双普选 首先基本法本来就有规定要双普选 是 所以中共其实就算承诺双普选 这个也算是 也是得到 这个落实一国两制 对 他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形象 第二个就是 我认为中共向来是两手策略了 他这个反对双普选 或者是不赞成双普选 但是他绝对不会没有双普选的准备 他一定会有准备的 就是一旦到了这个真的要双普选的时候 他如何去部署这个 他的这个选战的策略 保证这个一定是他支持的人会得胜 然后同时又得到正当性 我想这个绝对 这次区议会的选举跟美国法案的通过 我认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让中共赶快积极的把将来必要时候要双普选的准备要加快了 要准备要拿到台面上来了 我觉得这点不是不可能 对因为你现在你如果你看这次大家都说嘛 这个区委会将来会产生一百一十七席的特首的选委的席次 再加上立法会还有一些也会进去 再加上他们透过其他渠道进去 几乎就要掌握到差不多一千两百席当中 自由派可以到四百五到五百席 如果建制派再有内征的话 那这个很容易就可以左右了 所以你不开放双普选 结果你不见得能够把握那个选委会的一个态势 在中共来讲 因为上一次选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点内讧 对啊对啊 所以林郑才拿到六百多票 七百票七百多票 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抗争 他就只拿七百了 那这个当时还有说是不是唐英年 还是其他的人 因为香港老建制派 好像曾玉成这些人 其实跟现在的特区政府 跟现在的中联办 不完全一样 也不是没有矛盾的 也是有矛盾 对好这个有哪些特殊的现象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之后 继续来跟张国诚教授谈 这个习近平现在所面对的一些内外的处境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跟张国诚 张国诚教授 聊这个从习近平 现在在应对中美贸易 跟这个中国经济的内部下行 还有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刚讲到说 这一次的香港的选举的结果 大陆会怎么应对 这当中现在有几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 不妨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一个是这个环球时报 在我刚前面昨天有讲到说 大陆的官媒包括环球时报 在第一时间都没有报道选举的结果 但是环球时报在这两天的一个设评 那么做了一个标题叫做泛民也需做维护国家安全的配合者 这个语气是寻寻善诱 而且并没有再把泛民当作是暴力团体或者是港独来叙说 更多的似乎是一种召唤 所以有人认为说 似乎北京在悄悄的调整对香港的论述 这是一种讲法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这个特别是两个大学 跟警方的这个冲突当中 一个香港中文大学 一个香港理工大学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冲突当中 有一个人物 就是前立法会的这个主席 曾义成 他在某一天 带着一批 听起来是跨党派的一些贤打 进去来跟做警方和这个学生抗议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也让不少学生出来 那另外呢 有一位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协委员 前政协委员刘孟雄 那么他也是香港商界的名人 那他呢 也在这一次的理大的这个事件当中 扮演一个桥梁 就进去 那么跟学生跟警方 以及要求警方承诺的一些保证 后来让几十个人出来 其实上理大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抗争者了 已经结束了 所以呢 他们这两个应该都算建制派的人 这里头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香港的变化 跟北京有可能要应对的 一些做法的改变是不是 简单讲就是北京现在对泛民 这个态度放软 一方面善意的解读就是他在调整论述 以及结果论了嘛 因为已经民意做出了这样子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实也不能排除北京要分化 这个泛民跟这个勇武派年轻人 勇武派现在还是不愿意放弃街头 也就是说 今天香港已经有一个论述出现 就是说数千人的这个鲜血换来就是数百席了 那你将来这个数百席的这个区议会议员是要做多少事情来对香港的民主尽力 但是这有个很大问题就是说香港的泛民并不是一个政党 他不是 他是许许多多力量的结合 当时候是不是能够齐一的步调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这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党 也不见得能够成立一个党团那种概念 跟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的概念是不一样 而且区议会权力也有限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将来会不会内部产生一些争执跟这个分化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这我们还要观察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曾玉成也好 刘梦雄也好 这几位先生 他们在港人 很多人认为说这是所谓的老建制派 就是其实早在回归之前 他们就已经站在这个 这个刘港建港的这个立场 跟这个当时的民主党啊 这个刘千石等人 其实他们就针锋相对 也就是这些老建制派 也有人认为 在现在这一系列 这个中共中央治港的政策上来讲 他们是有意见的 他们对现在新的林郑 领导班子跟特区政府是不是这么的合拍了 总结还是有一定的矛盾 所以在这次的这个运动当中 他公然站出来 跑到这个两所大学 去进行调停 意思就是有不信任这个警方 跟这个想要争取名望的这个意见在 那未来的话 现在这个 泛民在整个 区议会选举中又获胜 可以想见说立法会直选议席 恐怕结果也不会差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传统老建制派就是 这个 在这种比较温和的立场 或者是跟香港社会 关联密切的这种优势 可能又会回来 特区政府或者是中联办 可能要更加重视这个老建制派 传统的这个角色 而且第二个就是 中共传统在香港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国营企业也好 太子党也好 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也有非常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在送中条例本身推动 其实对这些人来讲 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他们会担心 会不会这个是打贪 或者是政治斗争 让香港不再能够静免于中国之外 至少在法治上 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立场 认为还是赶快恢复过往的这个瓶颈 这个目前来讲 这个强势治港的这个做法 跟这个特区政府 也要适可而止 这我觉得可能性都是不断的在存在 那个其实香港的这个民意的结果 我觉得大陆有些一开始官方的解读 特别强调说 香港不管政治形势怎么演变 都不会改变 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言下致意似乎说 香港的这个泛饼这个民意是表示香港要搞港独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香港社会所要的就是希望你不要改变一国两制 对不对 希望你的井水不要犯河水 他大概就认为说 你这个一国已经 你这个你这个河水一直越来一直来清到我的井水来了 是这样的一个民意吧 香港你觉得港独的土壤真的有迅速的增长吗 我认为年轻人其实逐渐在思考 还不一定支持 但是思考说是不是独立成为国家 更能够保障生活方式跟权益的这种人数绝对是在增加 因为现在来讲 可是可能不现实 因为因为在香港你跟你什么都靠大陆 你怎么去去做一个他跟他对抗的 对这个大概很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三霸或者是这个中产阶级还是比较迟疑 从六月到现在大规模的霸工霸市这个并没有发生 机场港口我上次来节目讲还是持续运作 股会是持续运作 而且这两天阿里巴巴的股这个新股上市 变成最大的IPO 看起来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是很牢固的 就是街上抗争归抗争 他正常社会跟过去的这种商业贸易经济各方面的职能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继续在运作 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报告说 中共认为还在可控状态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罢工还是没有到瘫痪香港经济的地步 然后股市会是也没有出现说港币暴跌 这些等等 港股当然有下降 但是这个也长期看来 这个股市升升降降本来就 自然 所以中共会认为你现在这个还算是在可控状态 那也就是一直有人说为什么解放军就会不会进去 只要是还在这个可控状态 政府还在运作 我认为解放军不会穿着军服进去 因为那个产生的效果 跟你要付出的代价不成正比 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跟张国成教授来谈一谈啊 这个是不是大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路线过于左倾的关系 POP状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刚讲到说啊 这个像曾益成 像刘孟雄啊 这种老建制派的 其实他们对现在 包括中联办啊 包括港府的一些措施啊 都很有意见啊 特别是提到刘孟雄啊 那么他最近在香港明报有篇评论啊 他标题叫力挽狂烂啊 必须反左啊 那么简单说啊 他文章很长啊 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 他简单讲说啊 现在中共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啊 有三个 一个叫经济盛极而衰 因为国际民退 中美关系恶化 因为不再滔工养晦 香港动乱不已 是因为一国两制变职啊 他认为 这一些的产生的问题的根源 就是因为整个左的路线啊 突然间涌现出来 其实这样听起来 一方面他说 最说 邓小平当年讲的 中国要防右 要反右 但最主要是要防左 所谓的打左灯往右转 这些slogan话很多 但是他等于再次等 这个话等 这个文章啊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等于直接的 对习近平上任这几年的 内外重要政策的一个 质疑啊 这个毛泽东时代 其实就讲过嘛 这个过右必出左嘛 过左必出右 这个 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 像这个文革是极左嘛 之后这个毛泽东一过世 马上这个右派就全部翻天嘛 四人帮就被抓 现在这个 当然他们认为说 你这个左的路线走太厉害 马上就是看到香港的选举 就是这个过左必出右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他可能这个路线的这种思维 跟这个论辩可能又要浮上台面 尤其是这个习近平本人 他在中共党内他不算是思想派 但是他 对王富林啊 对但是他这个 要这个思想派 这个思想的班子 组织一套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 特别是中美貿易战 如果说继续下去 没有办法在今年内达成协议的话 明年要大选 美国要大选 我看这个协议大概更难 所以经贸关系 是不是面临说 从改革开放以来 整个对外开放 主要是对美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转折 就是逐渐又要回到过去 就比较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特别六十年代 那种比较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然后重视第三世界国家 是 这种的态势 我认为慢慢的又会逐渐冒出来 像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其实就跟毛泽东当年 你被美苏 对 然后封锁 这个尤其是美国 你就是重视亚非 对 那种思考逻辑 其实很像 是很像 我真的认为习近平 在文革的高峰 是他青少年的这种 思想定型的阶段 我觉得他受影响非常大 是 所以他跑到非洲去说 给除债务 这个其实 我认为这个就是 小时候当时 坦上尼亚的铁路 对 就是当年那一段 是 当时中国的国际新闻 大概就是这个原非 原非 原非 这个阿勒巴尼亚这些 我觉得这个一定对他是有影响 而且老实讲 此路不通 另走别路 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 那的确最近有一些这样的宣告了 到包括到边疆地区 都特别要去讲 当然这个有 你看怎么看 这是信心的展现 还是压力下所形成的一个自我武装 这个就人见人见智了 就跟大陆现在的 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 好还是坏 这个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首先这个经济数据的下行 这个是所有人都承认 都看得到 所以第二个是说 对美的贸易 这些慢慢的一定也是会受影响 不管贸易协议会被达成 美国五眼联盟 这些这种 也就是现在习近平的 这个领导下的中国 对 跟江湖时代这个比较右的中国 是不同的 是的确不一样 所以是更像华国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只是说他的一个跟国际的关系 他的经济的这个能量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洞见观瞻了 好非常谢谢国成兄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泡众新闻下礼拜一见